花莲市的地标时来运转 喷泉广场被人恶意的破坏 岸上的石墩直接掉入了水池当中 就连地砖也已经碎成一块一块的 花莲市公所获报之后 紧急的派源到场来修护 而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发现 原来是一群人在附近闲晃 而其中有一名男子 竟然对着石墩连踹了好几下 目前也已经掌握了特定的对象 将全热将它弃不到岸 喷水池旁的石墩被破坏 连地砖都被重物砸裂 位于花莲市六骑重化区内的 石来运转喷水池 操纵的石墩竟然整个被民众 踢进池子里 刚刚碰一声前面我没看到 这是破坏的 怎么有人这么开心 很重 抬不起来 抬不起来 你只有一个人 对啊 那怎么办 明天再找多一个人来搬 抓一脚 两脚 所以看起来像三个人吗 对 三个人 接任期拍到三四位晚上动手 破坏喷水池的民众 附近居民很痛心 因为这座喷水池原本是 花莲救火车站前的一座渔池 改为喷水池后已经二十几年 一直都是花莲市重要的景观地标 市警局发现公共设施遭破坏 立刻主动介入调查 本局严谨发现之后 立即主动介入调查 那经过调业相关的监视器 已经掌握涉嫌人的身份 那警方在这边也特别提醒民众 破坏公物可能涉及刑法的回损罪嫌 就会先请我们的厂商过来看一下 然后把那个池吨的部分赶快扶正 恢复他原来的样貌 花莲市公所承诺会在最短时间内 将石来运转喷水池修复完成 至于警方也已经掌握破坏池吨的几位民众 目前正发出通知将他们约谈到爱 希望能尽数厘清案情 记者中央报道